最近让大家很有感的就是不少东西都涨价了 去台南玉井很多人都一定要吃芒果冰 现在有一个知名店家就说实在也是hold不住了 因为包括了基本公司跟原物料都变贵 所以现在可能一碗冰要贵大概20块钱 纯芒果做成的雪花冰当基地 沿着边缘铺上大块芒果 再来几块芒果青搭配草莓 最后淋上满满烈乳 来到台南玉井平常日下午就好多游客 来品尝在地芒果冰 不过现在店家说生意好还是hold不住 八年没涨价子他们这一晚决定涨20元 电费的成本我们本来就很吃力了 然后今年又加上芒果可能成本也会很高 你们都纯芒果做的 也是怎么成本一直提高 我们还放桌上单课无限唱无限家 像是炼乳一箱一千元 现在已经涨到一千三 加上基本工资年年涨成本增加 来到当地另一家冰店 一样都是铺满满满的芒果 对于成本这件事也很有感 豆类跟纸箱的话调两坡至三坡了 今年的产量如何我们再决定 目前我是都不会调涨 真值的含害数量不是很好 很多人都反映说可能就是两三成吧 今年芒果结果率不乐观 又加上万物起涨 由业者真的hold不住决定调涨 又店家怕涨了客人不买单自行吸收 就看客人如何抉择 3D新闻王少尔拉比乡台南报道